你看着满天的法语 就是痛苦 就是对你来说是一种折磨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先把这首歌 完整的唱一遍 大家看着我的鼠标 跟着这个字走 在这边的语言 但我感觉你太近 我当我语言 语言语言 我记得我 我记得 对我说是一种折磨 在这边的旁边 Léver les enfants Renis à moi Et quand il y a ce soir Je viens à toi Et Il est là A l'écouter Toi Son enfant Tu sens Son amour Cat Y tonton Vindique Les enfants Som Les plus grands Ouroyaux Mais de cieux Et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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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 它背后的意境是很美的 它讲什么呢 它讲的是一个 它讲的是这个 这个好 看看标题 祷告 祷告的意思 一个小孩子的祷告 那么它讲什么呢 它说 爸爸 Celeste 天父 天上的父亲 就是我们的神 天父 你真的存在吗 真的 哪怕你能知道 其中一个单词的拼读方法 都很好 我们昨天用起来 你真的在那吗 那里 就是 那这个 你听到了 这个 Anton Anton 是听到 Anton 去 Prayer Les enfants chaque fois 你听到这个 每次这个小孩 那些小孩 每次他在祷告吗 你没听到啊 这个问句 Certain Certain 就是某些人 Somebody 某些人 Mondi 这个是一个 Mondi 它连在一起 对我说 有些人对我说 说什么呢 它是天父啊 它是离我们很远的 Luan Luan 昨天我们讲了 O和I 和Wa的音 Luan Luan EC 这里 Luan Dec 它是固定搭配 Luan Dec 它拼 拼写就是Luan Dec 然后它离我们很远 但是呢 Mé Mé是 但是的意思 我 Je te somme 我可以感觉到你 我可以感觉到你 Je te somme 我感觉到你呢 Tou prie Aide moi Tou prie de moi Quand je prie 就是当我祷告的时候 Quand就是当什么什么时候 当我祷告的时候 我会感觉到你 是跟我那么那么的接近 那么的接近 Père Celeste Wi 就是天父啊 Wi 我们在这个 每辆车 每辆车的后面 都都有个车牌 你记不记得 回家看一下 自己车后面 都有这个话 Je me sou 我回忆 然后魁北克人 把这句话 写在那个车后面 是表示 我们不能忘记 法国的传统历史 什么的 那这里 这里就是回忆 我还记得 Je me sou 我还记得什么呢 可它是一个定义重句 就像 相当于英语的 That I remember that 然后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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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什么呢 我记得耶稣基督 他说过 就是 他对谁说过呢 就是对他的门徒 说过 在哪说过呢 Anshime 他的门徒 Disible 门徒 Disible 门徒 在他的路旁说过 说什么呢 Laser Laser 就相当于英语的 Let Let 让那些孩子 Let 让那些小孩 Venir 来我这里 Venir Amour Amour 就是 Come to me Amour A就相当于 To Come to me 来我这里 Amour Pé An Pé Yang 就是 爸爸 就天赋 An Pé Yang 就是 在祷告中 在祷告中 Pé Yang 是一个 就是 表示一个 修饰的形容词 Pé Yang 在祷告中 Ce Soua 今晚 今晚 我就会 来到你的身旁 Ven Ato Yang Iang 就是 Come 的意思 你 Jévin Ato 啊 就是讲 讲的是这个意思 下面这个副歌 就讲的是 一个妈妈唱的部分 就讲的是 Pé 就是 祷告的时候 天父会听到 Ile la 他就会在你那里 Pahle 当你说话的时候 他就会 Ile kouté 他就会听你说 Ekouté Makima 然后他后面就讲 这个就是 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妈妈唱的一个副歌的部分 没关系 我们就是听一个主歌的部分 就可以了 他就是二生步 二生步 就是他就讲这个每一个小孩 都是天父 天国里面最大的 最大的 这首歌就是 其实我们可以每天 就是再复习一下这首歌 明天也可以再听一下这首歌 慢慢的你就 你就看着这个词 你就会听了 你就有感觉了 这个就歌曲啊 也是这个 我们语言文化当中 一个比较重要的 一个组成的部分 所以 所以就是 有一些歌也是可以分享一下 让你有兴趣 继续的学下去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啊 就今天的 昨天 昨天我们有一个这个视频 他没有说完啊 这个视频 我主要是想让大家听什么呢 就是你听不懂 是没有关系的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不需要把这个 整个视频听懂 首先你要知道 右边是有翻译的 有句子的 我们听 听是找语感 我们听什么 我们是找语感 好 比如说我们 在整个句子当中啊 从以前 我们为什么要反复听它 要写它 我们就是说 我们的目的就是说 从以前的 完全这句话过了之后 我啥也不知道 就像做梦一样 到到现在我们去 去注意每个句子里面 有一些 有一些单件 关键的词哈 就是我们能够听出 它的发音 就是我们可以从 这句话当中 找出这个单词 我听到了这一个单词啊 就可以了 就达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 比如说这个 第一句话 曲啊 曲啊 我们能听到曲这个词 就可以了 以前是完全就过三车嘛 没关系 听不到 曲啊 这个很轻 没关系 我最起码能听到 听到一个 汉德鲁 汉德鲁约会 曲啊 汉德鲁 Summer time 今天早上 我最起码 我听不到 听到曲啊 我能听到一个 汉德鲁 最起码 听到汉德鲁之后呢 我知道它是 在讲一个约会 这就是关键词 这就是关键词 的一个听法 在考试的当中呢 其实我们也是不能够 把每句话都听 听到 就是每个单词都写出来 但是我们只要听到 它那几个关键词 我们就可以答对 第二个就是 We We Ripass 阿 阿 Bank 我们听到那个Bank啊 就这个常用的 一个 就可以了 就完全就行了 就不需要再听其他的 然后这个 大类啊 大类 就是 再去什么什么之前 再去大类 比如 大家要是能听出来 就更好了 它是个办公室之前 阿旺大类啊 在 我们说 去做什么什么事情之前 永远都是 阿旺 用这个阿旺 什么什么之前 阿旺的 这个固定搭配 阿旺 的这个固定搭配 阿类就相当于 你的Go 好 然后 一类 我们能听出这个W 就知道别人 是在问地方 问地方 帕Bank 帕Bank 我们就 拉拔 拉拔这个 我们能听出来 是最好的 然后下面这个 把这个 Una Bonjour 这个能听出来 Merci 能听出来 然后 它不是 Messi 是 Merci 我们查一下音标 Toi aussi Toi 我们能听到这些 能听到这些词 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 Denoir 是这个人的名字 Hegad Hegad 这里得要发音 这个 这个Hegad 看 就是Look 就是这个Look 的意思 这个没关系 就听不出来 Hambla Sang Hambla Sang 有个代替者 他这个文章 就是写来了 一个实习生 然后呢 给一个很刁钻的客户 Deficella的客户 做 就是改机票 然后这个 Qua 这个词能听出来 最起码 就是平时 别人说Qua 就是表示 别人不知道 是什么 What What's this 然后呢 Camsa Camsa 怎么会 Camsa Wi 这些词要听出来 Montbueho Damontbueho 这些词 最好能听出来 Stagier Stagier和实习生 用的不多 没关系 Stagier用的不多 就算了 Nouv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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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 这个词 Nouveau 能听出来 Madame Madame 这个能听出来 他这个客户的名字 叫Madame Despot Madame能听出来 也挺好的 然后呢 Petite 小玩笑 Petite Petite 这个能听出来 这个 这个是常用的 但我们都经常 Pu 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 为了表示欢迎 Sweite Labian Deniu 为了表示欢迎 然后Ecuter Ecuter 这个词 最好能听出来 因为平时很常用 就听 你听 Ecuter 那个 Jean Om Jean 一个年轻人 这个比较难听出来 Aruté 加一个 加一个这个中转站 Aruté Unescal 加一个中转站 加一个 Aruté 就是 然后呢 还有一个 这个 Jusui Petite 我很忙 Petite 这个词 能听出来 Jusui 能听出来 这些词 就如果能听出来 就是最好的 然后 We Jusui 这个词能听到 它这个 在里面 怎么发音 也是很好的 Passport 跟英语 是一样的 Passport 然后 然后这个 K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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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entit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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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本来就 Identité 加了一个 都相当于英语 of Kart of Identité 就是 身份证 ID Identité 能够听出来 这个词 这个词 就有点深 有点拗口 Sétenquaiable 就是不可能的 Sétenquaiable 这个 这个也是比较好记得 我觉得 Ki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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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 Kiant Layens Layens 这个词能听出来 Demandé Demandé Vu Demandé 经常我们去逛街的时候 Demand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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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tant 要求你这个 保持距离 Gardé la distance 保持距离 要求你保持距离 就是 那个超市里面 就有的时候 休息人员都会说这句话 Demandé 然后 Componé Vu Componé 经常就是 说了半天 你听不懂 别人就问你 Vu Componé 就我们能够 在这段对话当中 把这个Componé 听出来 你理解一下 或者是 Vu Componé 还有 你听懂了没有 这个 Obligatoire 这个是 必不可少的意思 我们就尽量 待会就把这些词 Excuse moi Exc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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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词 就是平时常用的 我们在生活当中 能听到的 Monté Hotard 我迟到了 Hotard Problem Vu Zavie en Problem 有问题 问题 Problem 这个词 我们能听出来 是最好的 因为它跟英语的 Problem 是差不多的 F 这个词不常用 Monté 这个能听出来 Aide moi 帮我 Aide Aide 可以 帮助我 Déjà Déjà 也是 已经 Already 这项引语的 Already Déjà 喝汤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是 头等汤啊 什么什么 喝面 喝class 这个 这个还有个数字 数字以后再讲 2006 Gattevan Gattevan 这个 法国的这个数字 也是 确实是比较头疼 看这个Gattevan 这个 Vu Peiye Piye 这个词要听出来 Vu Peiye 吧 Shake Piye 这个词 No 是Piye 我希望 Piye Banker 这个词 Vu Zet Dako Vu Zet Dako Dako 这个词啊 待会你能不能在那个 那个文章里面听到这个 这个他在哪发的音 Bad des Problems 然后 La Machine 机器 Machine 跟那个Machine 那个英语是一样的 他只不过他稍稍改了一下 Dame Machine Dame Buh Dakudé 我们经常都听到 那个Dakudé Dakudé 另外一边 让你走去另外一边 然后就是 有一个 还有一些常用的 Maison这个词应该是常用的 Chue de la maison 你现在也是大家庭的一员了 这里其实就是讲他公司 欢迎这个习习生 Metanon Metanon 也是常用的 现在 Metanon 然后这个 Puqua Puqua 这个词也是常用的 Why Puqua Elefe Elefe Cafe Cafe 也是常用的 都是平时我们生活中 哪怕你是个零基础 平时去买个咖啡 逛个街 都能听到的 这些词汇 所以我们能够在这些文章里面 迅速把它听出来 就是 这个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它本是一个 Meta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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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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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到这边 Me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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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这些词 注意就是 就是这种听法 你听完一句 你可以按暂停 你自己可以在家里 这样 他说得很快 但是你有办法 把它调慢 因为这个软件 是可以调慢的 你可以把它调慢 这个语速调慢个80% 你听起来就更容易了 你听起来就更容易了 在哪里 你的网站 在那边 那么这晚 Benoît 感谢 谢谢 你也 Benoît 很新丏的新业 他就是和您前面的脑子 是小小选择 Roux 而您の鄭製 我吧,就是我的手席 加上一个提供应用程度,我现在很高兴 是的,是的 您是确定你的手席 我的手席 或者你的手席 我带你美丽的地区 我是高一个好项目的办法 你找到我的名字 你明白,你明白,一件事是很划算 您的名字,您有問題嗎 您的名字,您有問題 您的名字,我現在已經有問題 好了 Geneve,Londre,Paris 第一位,4月 2780 francs 你支付成帽子吗 不,我选择在帽子的帽子 你确定吗 没问题,女士 在车上的电话 我愛你 我愛你 但她是一位 你需要她的 她是一直在 在說 你住在家 你住在家 是的 當然 我帶你去 你去 她做了一碟的咖啡 好这个视频就是 就是这个方法 就是回家听关键词 其他的就 你不用那么焦虑 就是看不懂 有翻译嘛 那句子有翻译的 你就是把里面的关键词 听出来就行 什么亨特务啊 什么诱惑啊 什么咖啡啊 这些关键词听出来 然后你就会发现 哎没那么恼火了 有的时候别人说一对 一段什么就能听懂了 还有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软件上面啊 有一个 就是你可以去 有童话故事 它有个分类的 就是有很多童话故事的 这个法语的配音 我们学就是从 小孩子的那种级别开始学 就有两个童话故事 我就建议大家 晚上如果 睡觉不怎么容易睡着 或者是早上醒的比较早 就是 以前我初学的时候 我就听这两个童话故事 第一个是这个 海的女儿 海的女儿 安徒山童话嘛 你听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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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听他有 一个小时关闭的 一个小时关闭 已经够了 一半个小时距可再带针 松古墙 但落 BÜNDNIS 尽属于 mover 立равля 整个荒秘方が 中射攻上 受付出对面 丢垣着水 很高 高 十重 哦 射 大的 ゆ 可 对 免 很美很美 就是你就找那个语感 然后你可以看看中文翻译 在里面听懂一两个单词 这个超好睡觉真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你就听着听着 哪怕你听不懂 你就有感觉了 你就知道这个法语 还有一个就是 还有一个我推荐一下 大家就是无比推崇的 就是曾经在初学 其实我认为这个 这个童话并不适合初学 但是也是让你找感觉 找了非常好的一篇文章 也是可以硬实阅读啊 硬实的 这个小王子这个 其实它语法 我觉得还有点深 但是它是有翻译的 它是非常非常美的 它是有翻译版的动画 它是新拍的好像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 当你就是尝试就是去拼读的时候 它是一个非常美的 这个超适合睡觉 真的 你就你就每天就 你就设定 它有个定时的 定时关闭 反正就是 就是有个定时关闭功能 你设置它三十分钟 你就三十分钟 你绝对能睡觉 然后 然后你到 读到那个高级的 那个时候呢 我跟你说 你就去读 你那个时候呢 读这些就 就是你学到一定程度的话呢 你更有趣的是 读那个Hadio Canada 就是 就是那个 加拿大 的那个 法语的 那个电视台的 那个 那个APP啊 那个 那个到时候 我们再下下来听 每天它有不同的新闻 每天都讲那个 但现在那个语速太快了 就先听这个童话故事 先读 先听童话故事 它都有翻译的 你对着来就行了 但是由于它的语法 还是稍稍比较 最初学者来 还是比较深的 你就先听感觉嘛 先听感觉 小感觉 它有配乐的 也很优美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三课 第三课 第三课这个 因素 因素的 我们之前 其实这都学过了 上节课学过 我们现在学习 就是重复重复再重复 第一个是A 这个原音A和O 比如说 C,N,C,F,E,T 这些都读A 然后这个读O O,SOL,TOM,POR,MOLO,PORO 辅音就是我说的那个 这三个辅音 这一课里面设计到三个辅音 就是BOR,MOLO,POR,MOLO,PORO,BORO,N,BOR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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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BORO,SOL,BORO,BORO,N,BORO,BORO,BORO,L 它是一个过程 你就记住今天学的忘了就忘了 没关系 明天又重复一遍 后天又重复一遍 你就会记住了 所以你不要纠结 就是说今天学完之后 没听懂忘了 还会再来的 再会讲 好我们这个是昨天讲过的 这个第三课 它第二课内容开始重复了 是否 它是用于提问 这个一般疑问句 就是你是不是的意思 你是不是的意思 你是不是 那个是不是 不是你是不是 这个人 和那 它是不是一个 他是不是一个律师 然后这个回答永远都是两种回答 是 所以这个 て和あ 复音字母结尾的 和原音字母开头的 它要连读 在法语当中叫连读 好 这个也是我们昨天学过的 Wear的意思 Wear的后面 它是一个导装 导装 Illabit 那当我们用这个 它住在哪 Illabit Abahi 比如说 Illabit Abahi 就下面 那个ash 作为一个字母 开头是永远发 雅音的 它不发音的 不是habit 是abit 那么这个 Ill的le 跟a连读 就是 Illabit habahi 那么当我们用Wear 就是Wear这个词的时候 表示地点 提问 那么就要把这个 abit 导装到Ill前面 为什么这么 这个地方做了个T呢 就是为了 发音好听 Illabit Wearbit T了 就是为了 导装好听的 加的音节 叫上 然后这个 这个也是一样 Esco Monique Ethekonomist Ethekonomist 它是一个经济学家吗 Monique是一个经济学家吗 Esco 当我们前面有Esco的时候 后面的句子 就承述句语 先是主语 然后是动词 然后是音语 它就是承述句语 不需要把这个动词 住动词提前 不是住动词 是动词提前 然后这个 回答一定是 Wearbit 然后这个也是 刚刚这个句型 是Wu 就是对地点提问的 把这个abit提前 Wuarbit 他住哪 他住 回答是 Ellabit Ahome 他住罗马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这里面的一个 词汇 好 这个 这个 Esco 乐 乐 累 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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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内 喝内 它有一个 Axante G 有一个 声调 有这个的 A的音 我们看它的音调 S科 和内 和 乐内 是不是 是不是 它是一个 你听到别人说 S科的时候 他就在跟你确认 一件事情 是不是 是不是 再来跟你确认 这个事情 然后这个 Thomas 不是Thomas 英语是Thomas 它是Thomas Thomas 这个S不法语 好多这个法语 这个结尾的 就是S结尾和这个 呃结尾都是不发音的 千万要主义 然后那个 德结尾的也是不发音的 这个 Vernard Vernard 这个德是不发音的 除非它后面 赫尬 就看那个字 Look 赫尬那个词是一样 赫尬 除非它后面 它加了一个呃 就赫尬的 就可以发音了 它一个原音叫开音节了 它就可以发音了 它是做了一个 主要是看前面的 那个主语 是音线来变扬器 但没关系 你在实际的运用当中 你说 喝尬喝尬的 都能听懂 都可以 你现在并不是去参加一个 标准化的考试 所以没有必要 就太去纠结这个事情 你能看懂就行了 它知道它是怎么回事 然后呢 就是这里有个 词汇 词汇 职业 是律师 我们要 这个词汇 还是要补充的 每天都要学一点词 词汇什么的 然后第一个 就是这个 Pilot Pilot是飞行 Pilot 英语也是 这个一样的写法 然后 Monitor和教练员 Monitor Monitor 英语也是这样的 只不过它就 它变成了这个 R R 结尾 英语好像是 O R 结尾 然后这个Professor Professor也是 你也是 那个OA 结尾 它是变成了 OU结尾 OU Professor 而且它这个 荷药发出来 英语啊 Professor 然后这个 Economist Economist 就是经济学家 Cineast Cineast 是那个 电影的导演 编导 Cineast 这几个职业 这个单词 可能大家得记一下吧 最起码就是 你不会写 不会读 你就要下次看到它 知道它是这个意思 你看这个经济学家 其实很好记 Economy Economy 是英语的 这个 Economy 就是英语 Pofessor 就是英语 Monitor 就是英语 稍稍变了一下 Pilot 就是英语 我觉得你描绘 英语看 就知道什么意思的 其实它并不是 一个新的单词 因为这个法语 它跟英语 它都是拉丁语系的 我曾经就是 就是我们 我们教会 它就是有很多 基本上我们的那个 青年团期里面的话呢 他们 我们都是会 三种以上的语言 但是我曾经 见过一个法国的 成交师 一个小孩 他大概在 二十岁左右 他已经 他会九种语言 不是会 他是会写 会读 还会说 他不是说单纯的 只会说 而且一口流利的中文 他的中文说得非常的好 但是他说 他在九种语言里面 有七种 还是八种 都是拉丁语系 同一个语系的 所以他说 学起来非常的容易 然后 然后他就 他这个 中文他也会写 但是呢 这种拉丁语系的 语言的话呢 他说 只要你会启动一种 另外一种 变一变读 跟着就来了 当然他是很有天赋的 一个小孩 所以 但是我们从 从这个就可以看到 很多时候 并不是说 这个人 他是一个神童 他会九种语言 是因为这个语言 都比较相近 比较相似 他打开了 一个语言的大门 他就能够 他就能够 打开另一项语言的大门 其实西班牙语 是一样 他有很多单词 是一样的 这个是 莫尼克 Escar Monique 这个 Sabina Vehonique Vehonique 我试着拼一下 Vehonique 这些词啊 就是看着音标去拼 看着音标去拼 这个汉语 其实也是同他的音译来的 Vehonique Sab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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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翻译得很准 Sabina 然后这个 这些词都去记一下 其实更难去 是不是听不到声音了 然后呢 就是 Wabite 了 Wabite 了 Wabite 了 住哪里啊 这个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 这个东西就是 等一下 Arabite 这个后面就是跟这个具体的程式 但具体的程式 它的这个 这个 这个 介词都用R这个 这个 好 这里有几个 知识点 就是当这个 连读的时候 I了 和A连读的时候 它要一气呵成 Ila Ila 不能Ila A 就是 所以它的连读的时候 就是 Ela Bite Ela Bita Ela Bita 你读Ela Bite Abari 你不知道什么意思 然后这个 这个 在字母 Ash 在这个单词中是 永远都不发音的 永远都不发音的 然后这个 比如说这个 Natalie 这个Ash 它是不发音的 直接是 T和R相拼 Natalie 然后 Abit 就是 这个Ash 是不发音的 就是在法语当中 你看到Ash的话 就是不发音 就 就跳过 直接 用前面那个辅音 去拼它 它之后 之后 Ash Ela Bita 它这个音调就变成了 E Le Le 就直接和R相拼了 Ela Bita 然后这个 Unner 这个词 它是阳性 它是阴性 表示一个 然后 Le 就和R 一个小时 Ner 拼起来 然后这个 还有注意啊 有几个单词 比如说 Eho 英雄 这个词 和那个 N 仇恨 这个词 它是 这两个词是 并不需要练读的 Le R 就读 Win N 这两个词是不需要练读的 但是我们遇到这个情况比较少 知道就可以了 嗯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也是个读音规则表啊 读音规则表 前面这个东西 什么发音方法 舌尖底下齿啊 这个 你看了都晕 就不用看了 然后就看这个读音规则 就是 你看一下读音规则啊 就我们看到这个 R加一飘的这种 他就读A A T A T 这个 然后这个 R和R 和这个R和Z 拼读的 两这种 在词尾 它用来也是发A的音 跟这个A T的 这个读法是一样的 Léger Tenay Tenay 然后这个 还有这个 R和S拼下的 Ler 它也发A这个音 所以我们在单词当中 看到这些情况 就是 都是发A的音 这个O Port 这个和这个 这个R和U 还有 在这个R前面 它都发O的音 Result 就是Port 都是发O的音 然后这个 B 这个 B 这个单词 B 在这个单词 这个词 词统当中 Bat Bat 发Bot的音 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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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发Bot Bot Bot 这个音 它就应该这样听 Bot 你发不出来 你就Bot 好了 直接拼了 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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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V Y Cela W 生活 Bot 这个也是发V Vagon Vagon 车厢 火车 车厢 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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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al Metal 比较接近的 比较接近的 其实就是 这个英语 它会的 会英语的 一个法语 真学的 真是挺快的 然后这个 这两个音 其实 其实并不好分辨的 在你听当中 并不好分辨 但是最起码 你在读的时候 把它分辨出来 你看到这个 这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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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去 就是模仿 那些老外 发波和波的音 因为 他们每个 尤其魁北克 也不一样 法国还好一点 所以他们会 发的你 发的你都不知道 他在发波还是波 还有那个 Gato Gato 这些歌和特 这些音 他们都是发的 比较 比较 不太容易听明白 但他们自己 能听明白 所以我们读的时候 就按照正常的 然后就 P了 B了 你就按正常的 来读好 你不要觉得 听着他好像 这老外为什么 我觉得听着他 他好像把这个波 就像破坏了 我是不是要去模仿 他不用 就跟着音交来 不然的话 你就会彻底迷失的 然后这个 T这个字 这个字母 在这个单词的结尾 是不发音的 永远看着是不发音的 第一个是 Li 床这个字 不要读成Li T 这个辅音是不发音的 原因就是 Avo EU EU 那几个 看着这种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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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辅音 这些都不要发音 着辅音 轻辅音 都不要发音 就是Li Avo K T 也是不要发音的 然后T 一般 也是不发音的 Bahna 没有得 Bahna 得 没有得 累 也没有得 没有Li 也没有 牛奶那个词 也没有Li 就是Li 所以这个东西 给我们造成了 很大的不变 因为你 看习惯了的话 你突然觉得 少吞了一个音 你觉得 你发出来了 就 就很痛苦 但是没办法 也是 只能习惯 就是 你无法去 当你无法去 忘记一段痛苦的时候 你只能习惯痛苦 所以习惯了 也就不痛苦了 也就麻木了 这个 这个也是一个 练习的A A A ETA 咖啡 这个是读A 看到这个 看到这个 有个 A和R R在一起的时候 或者上面 有一飘的时候 A Bahle 说话 Bahne A P RC 因为它是 R和 Z的 在一起 所以它读A 喝拉D 也是这个 R 它读A 然后这个 O Port Polonnais Sort Port Pohage Tor Jolie Colonnais 然后这个 F F Viu Viv Viv Vivre F F F Ver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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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F 他就这样回去就是如果是不会读就把他就把他打到那个法语柱手里面 他也不说明就是音标就可以标出来跟着音标读就可以了你看 它叫做nage 你可以听到 它叫做nage 你要是觉得你把这个pdf文件放到这里桌面 n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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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读了 你不需要多惊慌你不会读回去就读一下 找到他的发音规则 nage 你还可以有他的有有有他的这个nage这个词啊 我最近在这个hadio canada上面频繁的出现这个词 就是因为这个养老院的疫情比较严重 所以他经常在新闻报道里面出现nage这个词 长者多少多少人感染 这个词现在以前不常不常看到 现在新闻里面常看到这个词 然后就是这些字母 这字母我们叫bcffg注意一下我们再讲这个y它是发日语的日语的日语的日语和的i啊 g它是g这个跳手音 r mg r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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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am就是pr这个是k这个是v 对他这个我们一旦会了这个音标之后就会了 他也是可以用这个法语之手把它读出来的 就下面也是也是可以用法语之手读出来 我们可以越读越熟悉嘛就是读 好现在我们就是拿一支笔出来做一下这个题 做一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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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答题 回答一下这五分钟的时间再做一下 啊刚刚我看我看有个叫草原的朋友 他说那个可可替了翻译成他在做什么 这也是可以的但是一般来说他在做什么这个东西 可可替了它是一个那个一般现代时态 就表示他常做什么就是 就没有特指他过去做什么未来做什么 常做什么应该就是what's your job 去工作是什么 嗯 也可以这么理解他做什么也是可以的 然后就是刚刚我们在那个课文里面不是有一个 嗯 嗯 嗯 就是rbp嘛 rbp 这个动词 这动词辩位也是要注意啊 也是要学的 rbp啊 这个不然的话你不知道这个rbp怎么 什么意思 它有个辩位 你可以去查一下啊 在这个辩位里面 呃我们其实这课的辩位就是一个现代时态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先学现代时态啊 rbp 我住在这里 他的法语的一个特点就是人称不同辩位不同 他的他现在一般现代时pism 一般现代时就是现在经常发生 正在发生或者是一个习惯的状态 他一直住在巴黎这个 rbp就是这样写的 他把那个他的原型是rbp rbp所有以rr结尾的这个这个动词啊 这个原型啊动词原型 他的辩位的方式他有规他有规律的 所有以rr结尾的这个动词呢都把这个r去掉 在这个第一人称辩位的时候把r去掉 第二人称的时候把r去掉加s 第三人称的时候把r去掉就可以了 然后nou把rr去掉加ons 然后nou后面就是把r去掉变成z 然后在e了后面就是把这个rf去掉 加rnk 永远都这么变 无论是他是什么什么动词原型 只要是这个动词原型是rf结尾的 他都都是这么变法的 都是这样变的 所以你你你你现在如果你记不住他怎么变没关系 你最喜欢把他的词根 词根就这几个词词根记住 这个看到这个on rbiton nou的rbiton 就知道是nou 它的意思就是居住的意思 它原型是rbit 你就可以在这个法语助手上面去查一下 就是说你突然间看到个rbiton这个词 你你不知道它什么意思 好了你在法语助手上面一查 知道on原型是rbit 只是他跟在这个nou后面才做了这个变位 所以这个法语助手就好在这儿 他能够把这个词给你查出来 你看好多时候那个 你们去听那小王子啊 去听这个刚才那个海的女儿啊 他的他里面变位多到就是 什么虚拟啊将来啊进行时啊 过去一般过去时态啊 就是一般过去完成时啊 这个这个简直就是多到没有办法看 所以你也不知道它到底变变去哪了 所以你一查法语法语助手就知道它的原型是什么 意思是什么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答案啊 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清写的时候特别枯燥啊 这是第三个呢 这是第二个 其实大家有没有觉得清写的时候特别枯燥啊 清写第一个慢 因为把它按暂停 还得去清写 还得去写 很枯燥 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 所以 所以就比较难坚持 其实学语言就是两个动力啊 第一个动力就是压力 你必须要去通过一个什么考试 作为你谋生的手段 就是压力 第二个兴趣 在学习这门语言当中 你交到的朋友 你认可的老师 还有你这个学习的环境 让你感到很舒适 你获取的文化 宗教文化知识 让你觉得有趣 所以你可以继续学下去 其实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压力呢 这个东西也能压出来也没问题 就是兴趣还是最重要的我觉得 当你就是学了法语之后 你能自如的交谈 那种成就感啊 那种就是 比如说就是你一直默默无闻的 就是呆着 突然之间你就 你学会了一个技能 那这个技能让你 突然之间能交到很多朋友 然后大家都觉得 觉得就是很喜欢你 很在意你 很关注你 这个时候你兴趣就来了 或者是 你喜欢的一个朋友 你跟他找到了一个共同点 你跟他找到了一个共同点 那么这个兴趣你就找到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答案 尔更是 这个 这个都是一定的这个句式吧 就是esker这个句式 然后这个eskerthomaspilot 就是thomas他是导航员吗 wait u iskila bit 他住在哪里 就这个读起来好了 绕口 kila 还有这个要连读 la bit要连读 eskila bit eskila bit 经常这个初学者 就是忘记了这个要连读 要么写就分开写 kila eskila 要么就是合在一起写了 可是还是分开读了 这个很正常 如果你出现这种情况太正常了 无所谓 下次注意就行 注意一百遍我就会读了 然后就是 然后就是 eskila bit 这个是我们第一节课学的 第一节课学的 kirce 他是谁 who is that kirce 那他的回答永远是 sabina 那个是sabina sabina eskila bit agrenov 他住在那里 agrenov we elabita agrenov 这个 这个也是个esk的句子 eskila bit eskila bit eskila bit 他住那里 eskila 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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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句子啊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翻译 这个翻译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说是初学者 不需要去翻译 那就错了 你初学者 你才要找的那个句子 互相转换点 你才好学啊 哪个是对应中文的哪个 哪个好学 yak yak是游离员 是就是a这个意思 我们说这个a啊 说到这个a它是什么 at 它的原型是啥 at 它的原型是at A的原型是at 它的动词原型是at 是 是属于什么 然后它的变位 我们看一下at的变位 它是一个特殊变位的 它和avar一样是个特殊变位的 当它放在我后面的时候 就是 tue tue 它又变了 os 你看 ele nusson 你看变化多大 完全没有规律 你不要想这个没规律的 nusson uzet 然后这个第三人称单数 它门的后面是son 这个你一定要把它记住 这个是印记的 印背的 没有什么规律的 像刚才那个tava er er 和结尾的 刚才那个 那个abitate abitate 没有 那个是有规律的 你看到那种结尾的动词 就是可以自己把它变的 这个没有 印记吧 就回去 它的原型 你可以找一下 它的这个印记 这是第三人称单数 就是jack 是一个第三人称 而且是个男的是单数 e jack a 所以它的这个 它是这个at的变位是a bacter 它的这个abitate的变位是 e la bite e la bita bahi 它住在巴黎 他就是e la 住就是abit bahi bahi 在巴黎 a bahi 所以你就 下次你想表达自己想说的话的时候 就这么造套就行 这个也是 Vehonique 这个是个人的名字 第三人称单数 e c n as 它是一个导演 所以就是 我们回去一下 把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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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翻译 做一下 不要 不要看着它的答案 我把它做一下 呃 那这个 今天这个 我们的课就 讲到这里 因为时间也到了 那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就下个星期之前呢 就希望大家能够去尝试着听一下那个小王子啊 然后去听一下刚才那个走遍法国那个 去把那里面那个关键词找出来 然后就是我们这个今天不是上课有很多生词吗 Pilot啊 还有这些 呃 什么 Navokar Navokar 还有什么 这些生词把它记一下 Horoma 罗马 这些生词 因为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语言都是由一个个词汇上堆砖一样堆出来的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回去读一下 呃就是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了 呃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呃我们有什么可以在微信里面就是问题的话可以再继续的沟通 好吧 呃那就这样了谢谢再见再见 下周见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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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哈哈 不客气 非常棒 非常棒 谢谢 不顾 哈哈哈哈 就是呃我们就是多分享多分享就是愉快的学习 嗯 非常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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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